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這幾天關於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計劃訪問台灣一事, 在中國和在美國都是熱點。 星期三,美國總統拜登告訴記者, 美國軍方認為佩洛西對台灣的訪問不是一個好主意。 而到星期四,佩洛西就說五個大樓的擔心或者在於 如果他這個夏天訪問台灣,他的飛機會被中國大陸擊落。 而美媒就設想了大陸阻止佩洛西訪台的六個劇本。 第一是更多戰機進入到台海上空,第二是跨越所謂的台海中線, 第三是在台海附近進行導彈試射,第四是飛越台灣上空, 第五是半飛佩洛西專機,大陸宣布台灣上空是禁飛區。 根據美國政客網站爆料說,五個大樓的官員的確認為 隨著北京加大對南海的控制並展示他的軍事實力, 此行可能會加劇這個地區的緊張局勢。 報導說,佩洛西計劃使用軍用飛機飛往台灣島, 而這是國會代表團的標準。 但是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美國軍方官員就說, 這個對中國人來說就好像是一場軍事行動。 這個令人想到上一次1995年至1996年間台海危機時刻, 當時大陸向台灣海峽發射導彈, 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就向這個地區派遣了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 如果佩洛西至中方的警告於不顧, 執意訪問台灣,北京會採取怎樣的應對方式呢? 美國彭博社22日就猜測了中國大陸可能的五種回應。 第一就是更多戰機進入台海上空。 近年來,解放軍戰機飛越台海上空的頻率越來越高, 展示了它在海峽投射軍力的能力, 同時對蔡英文當局的台獨政策施加壓力。 彭博社說,佩洛西可能的訪問也或會遇到規模特別大 或時間特別長的解放軍戰機隊伍飛越台海上空。 此前美國國會代表團訪問台灣時, 解放軍曾派遣大約15架戰機在台灣東側飛行。 在派出戰機的同時,解放軍還可以同時派軍艦在台灣附近海域進行演習。 第二就是跨越所謂的台海中線。 彭博社說,北京可能的反應之二是派遣戰機穿越所謂的台海中線。 所謂的台海中線是美國在冷戰時期劃定的一條互不侵犯的假想中線。 但這條線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台灣海峽屬於中國內水。 所謂的海峽中線是一個偽命題。 大陸從來都不承認這條所謂的中線存在。 也在這個月早點的時候, 當美國國會議員斯科特訪問台灣的時候, 中國戰機就飛越了所謂的台海中線。 彭博社引用台灣國立中央研究院一位副研究員的說話, 指如果佩洛西訪台, 最有可能的情況是解放軍派出多架戰機穿越海峽中線, 特別是在台北和新竹之間的地區。 這是台灣海峽最窄的地方。 第三,在台海附近進行導彈試射。 1995年的夏天,由於台灣的李登輝訪美, 解放軍直接向台灣外海發射導彈。 而在2020年8月,解放軍向南海發射被稱為 航母殺手的彈道導彈,被視為對美國海軍演習的回應。 第四,就是飛越台灣上空。 彭博社說,大陸媒體曾多次提出 直接在台灣上空進行軍事飛行, 這樣做可能導致兩岸之間緊張的攤牌。 台灣的防務部門負責人邱國靖, 去年曾在立法機關宣稱 台軍將會對入侵飛機採取強硬措施。 第五,伴飛佩洛西的專機。 彭博社說,有大陸媒體人也曾建議 中國的戰機應該陪伴企圖飛往台灣的佩洛西。 這樣的舉動會為中美飛行員帶來很大壓力, 容易擦槍走火。 今年5月,澳洲曾指責中國戰機在澳洲一架偵察機旁危險飛行, 但遭到中國軍方反駁。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就提供了第六個劇本。 一位匿名的美國官員22日告訴CNN, 在佩洛西可能訪問台灣之前, 大陸將會宣布台灣的上空是禁飛區, 從而阻止這次的訪問。 而佩洛西在星期四就說, 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威脅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 他說他要表達對台灣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不過他又補充說,華盛頓並不主張台灣獨立。 英國《金融時報》再引述消息人士報導, 北京針對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可能下個月訪問台灣, 私下向美國政府發出嚴厲警告, 表示可能會作出軍事回應。 報導引述多名知情人士說, 北京這次警告的措辭是前所未有的強烈, 沒有明言會採取哪些回應措施。 解放軍可能會試圖阻止佩洛西的專機降落台灣, 或採取其他行動妨礙他出訪, 例如出動戰機攔截美國軍機。 又指美國白宮正評估有關威脅的虛實, 以及中方是否會採取近乎要發動戰爭邊緣的政策施壓, 逼佩洛西放棄訪問台灣。 報導說,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和其他國家安全委員會高層成員都反對佩洛西訪問台灣, 擔心或會加劇台海緊張局勢。 早前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就以四個嚴重來表達不滿, 而汪文斌就警告,如果佩洛西訪台一意孤行, 中方必將採取有力的措施堅決應對和反制, 而中方是說得到做得到的。 美國華盛頓郵報評論員及知名記者羅金, 23日就再讚文講到佩洛西全民中訪問台灣一事。 文章透露美國軍方已經制定了佩洛西一旦訪台的方案, 將會參照過往美國國會議員訪台的程式, 佩洛西將乘坐軍機前往台灣, 期間可能會部署航母並且派遣軍機護航。 文章又提到在過去幾個星期, 白宮多名官員及軍方高層, 包括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 印太司令部司令員阿斐利諾, 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員肯佩洛西等人, 都向佩洛西和他的職員講述了一旦附台的可能風險和軍事部署。 文章又指出,拜登早前回應佩洛西訪台一事, 主動透露軍方認為現在訪台並非是好主義, 不少白宮官員認為這令國安官員和佩洛西之間商討變得更複雜, 也有官員憂慮中共二十大舉行在職, 現時佩洛西訪台有機會觸發兩岸危機。 不過另一方面也有美國媒體評論認為佩洛西應該繼續行程。 《華爾街日報》認為佩洛西訪問台灣具有象徵意義, 若能盛行,他將成為25年來首位訪問中國台灣地區的美國眾議院議長, 能傳達出美國對台當局的支持。 如今他和拜登都提到軍事威脅的可能性, 在中方的壓力下,如果不去看起來就好像在退卻。 文章認為中方會注意到他們的威脅成功。 日本、韓國、印度、澳洲以及印太地區的美國盟友也會注意這一點。 他們會擔心美國的持久實力,台灣地區的感覺是最強烈的。 因為對台灣當局來說,武統支持美國的支持非常關鍵。 如果中方能阻止美國高層官員訪台, 美國在一場戰爭中又怎會有堅決呢? 《華爾街日報》指出,中方不太可能攔截佩洛西的飛機, 因為這樣將會構成戰爭行為,而且有升級的風險。 但是現在公眾對於這個問題跌跌不休地討論, 令到他的訪問可能成為中國大陸挽回顏面的機會。 這個也增加了中國大陸對美國或台灣採取其他回應行動的風險。 從美國不同的媒體表達出不同的態度。 佩洛西的台灣之行已經成為了考驗中美關係的嚴重事件。 兩國的官員越是高調回應就越難緩解。 不過挑起時端的是美方。 中方可以借這次機會要聽其言、觀其行, 看看美國是否真的繼續一個中國的政策。 大家好,想和大家介紹一下巴士的一部推出的一個新服務,石樓台。 石樓台提供獨家的內容給我們忠實的觀眾。 訂閱石樓台每天不用港幣兩元就可以看到我陸英雄, 你和巴士的部團隊和其他名家提供的獨家內容。 不過我們在YouTube的節目是不會減少的。 希望你們能夠支持巴士的部訂閱石樓台。 在畫面下面的資訊欄點擊石樓台的連結, 就可以瀏覽到石樓台的內容介紹和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的內容。 另外,亦可以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部, 去到巴士的部的網站也可以找到石樓台。 請大家去石樓台看看吧!多謝大家支持!